小燕總和國內帶領官新 昨天傍晚台北捷運發生了隨機殺人案 而網路上也出現不少偏激言論 一名大學生揚言要在淡水縣犯案 警方和檢方先後約談了這名學生 檢察官隨後預令這名大學生限制住居 而今天下午警方也在捷運台北車站 發現了一名帶著空氣槍和長矛的可疑男子 以現刑犯將他逮捕 22號下午1點半 捷運板南縣台北車站出現身帶空氣槍和長矛的可疑男子 民眾發現不對勁通報後 捷運警察馬上在站內把他攔下 確認是公共危險罪的通緝犯蕭百青 以現刑犯逮捕 那在他身上查獲空氣手槍一把 那另外有一支自製的尖毛 我們會依刑法第151條恐嚇公眾罪 將這一名通緝犯移送台北地檢署來偵辦 有鎖定攻擊的目標嗎 下半身穿著暗紅色袈裟 56歲的蕭百青是不是刻意選在殺人案隔天 攜帶武器在北捷遊蕩 警方還要了解 殺人慘案發生後 網路也流傳不少恐嚇留言 淡水深約翰科大的詹信大學生 就在網路上寫著 感謝正捷完成了我多年夢想 百年獻給正捷淡水獻交給我 言論瘋狂 警方也在下午將他帶回警局訓問 大概是怎麼樣的情況 走出警局 詹信大學生對媒體連說九次抱歉 就搭車離去 而北捷出事讓高雄捷運也不敢掉以輕心 網友在臉書上表示高捷也來一下 讓高雄市政府強調 絕對不容許這樣的事情發生 我們查到不可能讓他發生在於事 慘案發生任何風吹草動 民眾警方都不敢大意 就怕有心人仿效讓悲劇重演 優電TV綜合報導 在臉書發文 高雄捷運也來一下的王姓男子 今天遭到了高雄警方巡線逮捕 而警方預令以新台幣3萬元交保 好 好